我是老黑 在这个城市开了一家料理店 橘子是我们店的常客 他每隔八个月左右都会来店的一次 每次都带着不同的男友 橘子都不会告诉他的男友们 他叫橘子 非自称 而每次橘子点的菜都是 年糕 每次这个时候 橘子会问男生一个问题 你觉得我最想要什么呢 回答出意味着可以继续发展 野树 游艇 此人飞机 穿不完的衣服 永远年轻 孙小姐 你最想要的是一个爱你的人吧 后来男生们的答案 也开始进步 像是吗 永远被宠爱 只是 依旧不是那个答案 你明天回来初 老板你知道吗 知道 好 你说 男生是为造型师 比起橘子曾经的男友 他并不起 红 alright 昔 本来你喜欢吃añ糕啊 是啊 你猜我最想要什么 许小姐 考虑 这答案 决定了我们未来的发展 芭芭的相处 你已经告诉我 你想要的 你想要一个家 若可以 我很愿意给你 你好 我叫橘子 一年后 橘子和男生结婚了 橘子没邀请我 因为他说 有可能让两个都知道他 出现在我 那为你已经风光 我是老黑 在这个城市开了一家料理店 人总是被与自己相反的人吸引 那个人好像在看你 喂 你怎么 一时的日后 偏偏与自己相反的人 往往是难以掌控的 你好 我叫紫浩 你好 我叫紫浩 你好 你好 我叫紫浩 你不点灯吗 我在等你先点 但两个不同的人在一起 到底是和我们人作祟 还是真的吸引呢 想吃什么 老青蛙鱼 哎 我觉得你蛮帅的 但是你穿衣服怎么这么妥啊 你会来弄好衣服吧 嗯 好 好啊 你怎么老这么害羞啊 别别别别 你真的很喜欢吃青蛙鱼 啊 喜欢 哟 这么巧 你男朋友啊 不是 你男朋友啊 不是 朋友 老板 有什么吃的吗 今天只做青花鱼了 我说我喜欢吃青花鱼 你这一只鱼都分手了 还忘不了 我问你怎么吃 你来这家店吗 你也来 很重啊 真是男朋友 你说不是 就一个朋友 就你这样的 你就当自己人瞎吧 好了 你出去 想吃我做的菜 先学习怎么做人 没事以后有我帅 对不起 老板接三 他今天也不会来了 你点单吧 那次之后 男生来店里等了女生好几次 老板能不能先别做 不行哦 点了就点了 你点了什么 但胆小的他 为了他变得有更改 但爽快的他 在他面前暴露脆弱 这时的他们 才是真的互相吸引 我是老黑 在这个城市开了一家料理店 叶子与男友传来我店 但每次到节日时 来店里的总是叶子一个人 因为叶子重视的仪式感 男生却不在乎 先喝酒 不是啊 好久不得了吗 你怎么没有仪式感啊 是吗 太麻烦了 今天又失败了 失败几次了 问题好傻谁又能回答 想念从不说话 来不及的再见多少话 啊 我受不了了 他来过吗 今天没有 分手了 他来过吗 今天没有 分手了 至于吗 为了这么别小事就分手 什么叫做这件小事啊 好好以后都陪你去 你爱冲人就陪你冲人啊 你根本就不懂 我是个讨厌麻烦的人 仪式感就很麻烦啊 结果他就因为就在和我分手 他每次接日都一个人来点 是啊 那他一个人有仪式感就好了呀 不是的 他不是喜欢仪式感 他是喜欢和你一起的仪式感 我没有想那么多 只是觉得麻烦 过几天 跨年了 今天 跨年 你怎么穿成这样啊 仪式感啊 你也太夸张了吧 是 你懂什么 到底仪式感吗 不懂 但 如果你那么在意 我为什么不去牵着你呢 男生的仪式感 是对生活的热爱 而男生的仪式感 是对女生的爱 和牵着 我是老黑 在这个城市开了一家料理店 回来了 哎 出差路过 来看看你 你的念旧 卖鱼饭 想吃甜的 我记得你以前 不喜欢吃甜的 那时 是他不喜欢的 前段时间 他告诉我他快结婚了 那人够爱他吗 他说 很宠的 都快变回小孩了 那就好 别这么看着我 年轻的时候 总是定不下心 觉得好不容易 过来到的世上走一遭 就要好好看见这个世界 并不是不觉 让他等了那么久 但是你要说我不爱他吗 我爱 我很爱 两人遇到的时机很重要 是啊 等到有一天 你突然发现 世上没有什么 比他更重要的时候 你转身找他 却发现什么都找不到了 祝他结婚快乐